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27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跟大家說過 隨著時代革命過去 還有現在香港人一般 大部分人的取題 現在的時事 特別是政治那部分 不僅是 非常冷淡 甚至乎其實有很多聽眾 包括一些本來很熱心的聽眾 都說對政治感到厭煩 可能再加上本台啦 不是因為本台的政治立場 是因為本台的無限大法 令到大家覺得壓力很沉重 我們再說一次 你使用無限大法的時候 請 運用你的智慧 調節這個 視窗的音量 每個不同的視窗的音量 你可以調節的 甚至乎是關閉 所以請大家不要惡懼 用無限大法的時候 記得要伴隨著你的智慧 調節這個音量就可以了 記得這個不成為 不支持我們的理由 因為如果你說政治很煩厭 有些新聞很負面 不想聽 我用另一個角度跟大家說這件事 何君堯黑人憎就肯定是事實 但是這一節 要說何君堯 首先 何君堯不是主角來的 雖然 所有的新聞報道都說這個叫做何君堯娶娶媳婦 但是站在 新人的角度來說 現在是我結婚 而不是何君堯結婚 剛好 何君堯 是我愛婦 其實也挺慘的 但是 網民揭露 整個婚禮裏面 有很多是笑點 也有很多 人差高官出席 其實只是把 何君堯 取媳婦的事件 只是一個進一步 加強的證據 顯示 有一群人 在香港一直 狼狽為奸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不要跟我說政治煩厭 因為你 可以調節音量 還有 我們的 政治篇幅 其實已經縮減了很多 跟大家說了很多經濟話題 又或者其他有趣的話題 坦白說 我先說 何君堯取媳婦 絕大多數香港人 絕大多數香港人 個個 只是會 助奏他 提大家 其實這個字是獨助 雖然 絕大多數人都喜歡詛咒 這個字是獨助 不過也沒甚麼所謂 因為實在太多 中文字 基本上是一個錯的讀音 大家堅持繼續讀下去 例如希臘 已經 糾正了 起碼聽了幾十年 應該讀希臘 但是還是沒有人來 還是繼續讀希臘 我們這個節目也不停跟大家說說廣東話的問題 你喜歡怎麼讀呢 我們是不會介入的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那個字 本身應該怎麼讀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其中一部分 回來的就是賀君堯 賀君堯 當然不用說了 他出來 就是取媳婦 很多人就是給面派對 就是出席 包括 選管會前主席馮華 還有新任人渣政務司陳國基 這班人 陳國基不用說了 積極份子 不過我真的沒想到馮華去出席 這個香港的政治報道就說 李家超剛剛9月22日 去了杭州 所以陳國基就不是政務司 他當時 是處理特首 更差一點 處任的特首就去出席一個 跟 跟 721白衣人勾結 的壞份子 取媳婦 他們就去出席 你還說不是狼狽為奸 不過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何君堯 在2019年成功爭取上位 甚至乎 是被中國大陸的官媒 說何君堯 是中國大陸的一塊保育 如果說到那麼高 如果高官也不去的話 中國大陸就很沒面子 中國大陸就是這麼好笑的 其實那麼噁心的事情 照樣就做出來 結果不用說了 何君堯 就是娶媳婦 結果 迎來當然是萬千的網民 就是網上祝賀他 祝賀的說話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全部 是詛咒來的 例如這個 就是 很多人在網上祝福 祝賀君堯和白衣人早日團聚 因為已經有部分的白衣人被抓了 還有部分白衣人 逍遙法外 更加有白衣人 就是已經 甚至乎是變節 成為了這個爆料人士 大家還記得 我們早前也有說了 就是這個白衣人 在庭上上訴的時候 慘被國安法官禁停 他當時上訴 其實是政府叫我們出來的 說到一半就被人禁停了 真相 被埋藏 原來真是不分黃藍 所以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是新時代 後時代革命年代 我們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就是以前的藍絲 全部現在 是身中鐵拳 真是來過大膽預測 香港人的命運 我們也沒有辦法 去徹底左右 這是大家的共同責任 但是我們幾乎可以預計 假如 假如在過了幾年之後 過了幾年之後 假如 有新一輪 所謂反抗運動出現的話 我也很肯定 就是 新出來反抗的人 就是曾經 可能是在2019年 是在做藍絲的人 因為以我們今天所知 其實罵政府罵得最厲害的 正正是以前的一群所謂的藍絲 回到一旦 以前的一群所謂的黃絲 就不要提了 真是令人心酸 絕大多數 的人都反映 其實見著大量的黃絲 就是回深圳消費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比較核心的支持者 都跟我們 可能是有些心灰意冷地說 覺得叫我們 不如你們 真的不要搞那麼多 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心灰 覺得身邊的人 反祖現象更加嚴重 其實我也覺得 很混亂 原來很坦白說 我們看到 那些藍絲現在出來反台 出來爆政府 說政府叫我們 去做白衣人 又看到 有警察 出來爆料 就不做警察了 走去就是移民英國 再見 香港那些 報稱自己曾經是黃的人 回大陸消費 整件事也令我覺得相當混亂 黃藍交錯得很厲害 我們看看這個網民 網民就是揭露 何君堯 的媳婦 居然把照片顯示 何君堯的媳婦 在臉上居然有一塊 是巴痕 不知道是胎記還是巴痕 引來大量的網民討論 你取了一個甚麼人 是忠無厭 還是歌聲未影 她不是Christine 她是未影的 她幾乎 如果我沒有看錯 她要帶面具出來 發生甚麼事 如果歌聲未影 就最符合何君堯 因為 何君堯 其實 應該是一個 被作咒的人 有很多 朋友就會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 何君堯現在好像沒有甚麼報應 還繼續娶媳婦 有時候我覺得看東西 不要看得那麼表面 你只是把照片放大一點 其實你已經發現了答案在哪裡 還有 香港人不要那麼習慣即食麵 以前說報應 是很長時間的 還有 報應通常不是只是說 那個人本身 包括他的家 家人 身邊的人 所以應該看長遠一點 還有 現在其實過了三年而已 我覺得 何君堯最大的 報應 就是應該 他當天帶隊白衣人 我覺得他應該 給白衣人 向他報仇 白衣人就去坐牢 何君堯就出來跟高官一起 然後就娶媳婦 其實我覺得 何君堯最應該有的 被報復的對象 正正就是他帶隊的白衣人 這件事我認為 是正在醞釀的 其實 還有 何君堯這塊國家的保育 何時被中國共產黨 遺棄呢 其實現在都遺棄了一大半 因為自從 說過何君堯是保育之後 實際上 真真正正給了何君堯的東西 是相當之有限 何君堯一心就想做律政司 但是律政司 就是沒有去訪 現在應該覺得最後悔的就是一班 曾經支持何君堯的人 就是一班被他腦點了做白衣人的鄉民 這班人 又入獄啦 又沒有人照顧啦 甚至乎有一些 變為污點證人 要流亡 每樣東西都齊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